最近十几年 中国建了好多座了不起的跨海大桥 比如港珠澳大桥 杭州湾大桥 东海大桥等等 再感叹他们的壮观之余 也不仅让我很好奇 这立在海里面的桥墩 到底是怎么建出来的呢 地面上的桥墩 相信很多人都围观过他们的建造过程 当年南京大搞地铁建设的时候 我就秉着吃灰不忘好奇心的精神 仔仔细细地看过高架桥墩的施工过程 基本上就是先挖一个坑 交组出一个笨重的混凝土地基 然后用钢筋在上面编出桥墩的骨架 接着再把模具一片片的拼到骨架外面 最后再把混凝土往里面移到 凝固之后大功告成 但在水里面能这样操作吗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如何在水里面修桥墩 基本上有下面四种方法 维燕 沉香 打桩和钻孔 我们一个个的来说 先说维燕 既然在水里施工堪比太空 那何不把它变成一片近空呢 当年摩西徒手就能在大海中 批出一片陆地 我们有了现代设备的加持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于是将我们需要施工的区域线围起来 然后把其中的水给抽出去 让这里干干爽爽的 不管是机械还是人员 都可以大展拳脚 这就是维燕了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使用最简单的土壩 就可以创造出这片水中的净土了 只不过由于土壤是会透水的 所以抽水泵必须要始终保持作业 否则第二天眼睛一睁 诶 我都发觉机去哪了 当然土壩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太结实 毕竟你没有办法在水面上将它们压紧夯实 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工程师会使用钢板装来维燕 这些彼此相扣的钢板 会被一个个的垂进水底的泥层里面 等围层封闭的一圈之后 再将其中的水抽干净 形成一个我们熟悉的干燥的工作面 第二种办法是使用沉箱 我们现在通常用的都是上下开口的 开放式沉箱 过去还有一种叫做气压式沉箱的 一会我会说到开放式沉箱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间分了很多格子 上下开口的巨大立方体 在地面上建好后 使用一个跟古埃及人运石头盖金字塔 如出一折的方式 把它们转移到专用的泊船上 泊船开到合适的位置 卸下沉箱让它下沉 沉箱一边下沉 我们一边在里面用清淤装置 把底下的泥沙给挖出来 使沉箱的底部一路下探到坚固的岩层 然后就可以灌上混凝土 将它变成结实的桥墩底座了 现在这个过程当然都是由机械来完成的 不需要我们亲自跑到里面去挖土 所以你可以看到沉箱里面 其实始终都是灌满水的 你可不用担心混凝土在水里面没法固滑 实际上混凝土的固滑本身就是需要水的 这个过程靠的不是干燥也不是蒸发 而是一个称之为水和作用的化学过程 那气压式沉箱又是什么呢 跟现在不一样 以前的人们是必须要到沉箱下面拿着铲子去挖土的 所以就要把里面的水给排掉 怎么排呢 用气压来排 气压是沉箱底部开口 上方密封 就像是你把一个空杯子倒扣在水里面一样 里面的空气会把水给排开 形成一个可以供人呼吸的空间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由于水压很大 所以沉箱里面的气压也很大 甚至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气压 这就让里面工作的工人从沉箱出来之后 经常莫名其妙的浑身疼痛和头晕 有些甚至因此而上升 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就是这样建造出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叫做减压病 跟很多潜水员患上的病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操补人道的方式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 好了 下一个方法 打桩 你应该一点都不陌生 谁家附近没有过几个建筑工地呢 其实在水里面打桩跟在地面上区别不大 至少在我们外行人眼里面看起来是这样的 无外乎就是把打桩机装到船上 然后浮到水面上罢了 但有一点区别 打在水里面的桩基本上都是斜桩 它并不是垂直于水平面的 因为这样能够增加它对水流冲击力的承受度 使整体的强度得到提升 你可能还会想到一个问题 要是我们的桥正好盖在水里全是岩石的地方 该怎么办呢 这桩也能打得进去吗 打不进去 所以就得要用钻孔了 先将一根直径巨大的套桶插到水底 然后开动钻机往岩石深处 转上足够的距离 再把架构用的钢筋插到里面 最后灌上混凝土 就可以建造出强度极高的桥梁根基了 好了 以上就是四种基本的在水里面造桥墩的方法了 虽然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这些知识 但至少在下次乘车经过一座大桥时 可以把感叹抒发的更为深刻一些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让你爱上科学